这个男孩也太惨了 自己刚跑来了一碗白粥 还没尝尝是什么味道 就被迎面跑来的男人给抢走了 而这也间接害死了男孩全家 因为这碗白粥是拿来救命用的 原来村子里最近闹干旱 庄稼颗粒无收 百姓们都没有粮食可以吃 幸好有两位善良的夫妻搭建粥棚 施舍白粥给当地的村民 而村民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正是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化身 此时点亮红心留下一句顺风顺水 土地公和土地婆也会保佑各位 逢兄化吉的行大运发大财 而小男孩得知消息后也跑来排队 幸运的是等排到他时 还剩下最后一晚 男孩高兴的连连道谢 然而令土地公他们没想到的是 男孩拿到白粥以后并没有立即吃掉 反而迅速的跑开了 好奇的两人打算跟上去一探究竟 原来小男孩拿到粥以后 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没想到半路上却遇到一个男人 他二话不说就要抢男孩手里的粥 男孩死死抓住不肯放手 男人一把将他推开 男孩想要八万夺回 却不慎被破碗划伤了手 鲜血顿时就流了出来 男孩也顾不得伤透 他一把抱住男人的大腿 表示这是最后一碗粥了 哀求男人把粥还给他 没想到狠心的男人 竟用膝盖踹向了男孩的下巴 男孩顿时倒地不及 男人则端着白粥迅速离去 赶来的土地公和土地婆 看见这一幕都忍不住的吐槽 一个大人竟然还跟小孩子抢粥 可真是不要脸 然而现在最伤心的莫过于小男孩了 他缓缓走到父母和妹妹的面前 斥责自己没用 连粥带碗都被别人给抢走了 可男孩的父母此时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原来他们和强保中的婴儿 早已经被活活地饿死了 得知真相的男孩顿时哭得肝肠寸断 一旁的土地公和土地婆 看见这一幕也非常的伤心 但他们身为神明 却不能更改凡人的命数 而另一边抢到粥的男人 第一时间也是送去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土地婆看见这一幕非常的生气 说这个男人也太自私了 当即就要把那碗粥给抢过来 而土地公却让他不要着急 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 没想到此时的男人 却没有喝掉剩下的粥 而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又立马折返了回去 想要把剩下的半碗粥还给小男孩 没想到却在地上 看见了男孩已经去世的家人 男人大吃一惊 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自责 就在此时另一个小男孩 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表示自己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听见这话男人毫不犹豫的 将手里的粥递给了他 随后男人问他的家人在哪 男孩表示自己的父母 已经睡了好几天了一动也不动 可怜的男孩还不知道 他的父母已经永远的离开了他 男人觉得这是老天爷 给他弥补罪过的机会 于是便决定将男孩收养带回了家 可是最开始的那个男孩 此刻还不知在何处 土地婆就打算去寻找男孩 再将他带回庙里好好照顾 可却遭到了土地公的强烈反对 毕竟他们是不能干涉凡人命数的 土地婆当即暴怒 表示活人我不能管 我管死人总行了吧 只见了施法 将墙堡里女孩的三魂七魄收了起来 随后又给他建了个姑娘庙 将魂魄放置其中 从此女孩变成了土地婆的干女儿 想必女孩的父母得知后 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